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哦 普丁啊有很多的招 接下来这一招也真的是 让全世界都遭殃 接下来米的价格会不会上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他说可以啊我可以恢复啊 但是你们首先 你们要完成我们俄罗斯的要求啊 你完成了之后我们再恢复啊 那这个状况呢 是俄罗斯29号的时候 保障俄罗斯国内市场稳定 所以呢他们就 继续临时禁止 俄罗斯的大米还有碎米出口 然后呢阿联酋也呼应 阿联酋的大米出口跟再出口 也是暂停 还有印度也是宣布 他们的米呢 有一部分暂时出口 所以呢全世界的米价 现在就很紧张了 会不会来到11年来的高点附近 好除了粮食之外呢 我们讲呼应一下 刚刚董哥讲的中俄联合军演 我们就先来看 中俄联合军演 日本很紧张耶 所以呢俄罗斯一方面 它粮食可以出招 在俄乌战场可以出招 好再来日本防卫省 7月28到7月29 侦测到中俄 10艘军舰通过 中古海峡 从日本海开向 沃茨克 很北哦 沃茨克海峡 日本自卫队派出了这个 舰机 应该是P3C吧 还有中俄舰艇呢 进行情报的搜集跟监视 来导播我们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张图 就是有关中俄联合军演 来他们到了哪里去呢 中古海峡的战略位置 南迁群岛在这边 这个日本称之为 这个北方四岛 中古海峡在这边 北海道 然后清津海峡 好再南一点呢 对马海峡 所以现在呢 沃茨克海在这边 所以呢中俄 这应该是第三次的联合军演了 前几次呢 已经在这些海峡 都已经摸了个遍了 接下来又来到了 让日本最紧张的 南迁群岛附近 亮哥你怎么看呢 这次的中俄联合军演 对日本带来的这个振折 这个 这十艘船 事实上其中有九艘 在18号到23号 也是这个月 就在日本海实施射击训练 所以我认为啦 中俄的联合海上的 不管是军演 还有海空的巡逻 可能会变成一个常态 不止这一次军演 可能是常态 上次更可怕 上次在日本海的中断 那不是更可怕吗 还有一个是 从台湾东部的海域 然后穿过 然后一直到上海嘛 对对不对 上次是在更下面 所以我讲白了啦 就是他几乎可以把 日本的全境全部包围 就他做了几次的 这样的一个军演 本来是日本海北部嘛 那后来连中部也来 然后后来又从台湾的东部 穿过宫古岛 然后到上海 所以大概我认为这个是 日本自己造成的啦 因为日本他介入俄乌战争 实在介入太深了啦 所以让俄罗斯相当的火大啦 那这也不是只有军事上 跟中国开始接近 也包括他把海生委 他当作中国的内部港 对不对 还有机场不是 然后还有库叶岛 我们讲那沙拉林岛 他的工程 那个天然气的工程 现在也让中国进去 听说连北方四岛 都让中国上去了 这么敏感的一个 有争议的地方 俄罗斯 我觉得俄罗斯有一个 跟中国大陆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出手都 又很又准 又很又准 因为敏感的地方 而且他甚至习惯性的用军事手段 这个日本实际上很清楚 中国大陆其实对使用军事手段蛮谨慎的 那俄罗斯才不管你 那战斗民族嘛 你到他的周边看看 可能就直接把你打下来 有很多军机不是就被俄罗斯打过吗 是啊 可是日本我就想不通 岸田的一个战略的思考 因为你介入乌克兰这么深 包括给钱 还给各方面 还有比如说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 还有对各种产品的制裁 都实施得非常彻底 我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怎么不会想到说 俄罗斯会气到跑去跟中国联手 那事实上这个就已经发生了嘛 你刚刚讲到第三次 这个我觉得一定会产生一些作用 第一个就是 这个表面上当然是中俄联手 对抗美日联手 因为俄罗斯就认为你是用日本当作 这个前线嘛 而且最近还发生另外一个事 就是你看到那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一鼓 邵一鼓 到北韩去 特别去北韩 那个韩战70周年 其实本来中国大陆 那个俄罗斯都会去 这个是意料之中 可是他竟然陪他去看 那些尖端武器 对一个展示 这个就让人家 他等于就是正视 那我直接问这一题啦 因为很多人也在讲嘛 北韩的这些武器 是不是北韩在展示 想要卖给俄罗斯等等的 很多媒体在讨论嘛 不啦他卖给俄罗斯应该就是传统弹药啦 因为俄罗斯需要传统弹药嘛 可是我跟你讲嘛 因为去年北韩 他发射了各式各样的导弹 不管是射程或者是升级啦 他去年实在是发射太多次了 西方的统计是发射了83次 那你怎么会突然那么有钱啊 你怎么会突然之间技术进步这么快 怎么突然这么厉害 你怎么会各式各样的短的中的都有技术 我坦白说啦 我是严重怀疑背后就是俄罗斯在支持啦 然后俄罗斯的弹药恐怕已经从北韩那边买到了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个整个局啊 就是俄罗斯事实上就打北韩牌也打中国牌啦 来让你日本感受到压力 因为北韩如果真的在朝鲜半岛这边如果出手 我认为他最可能打的国家应该就是日本啦 他也不会去打韩国啦 就是日本嘛 所以我就是从这里我感到很纳闷啦 就不知道岸田在想什么 而且这一波下来 你刚好就是完全变成美国的棋子嘛 你今年的国防预算就开始增加将近30% 那一路要增加到100%嘛对不对 我们这个都知道 可是你这样不是让自己更推到最前线吗 而且你面对的不是中国 你可能是面对了北韩跟俄罗斯啊 最可怕的两个比例 然后你那个中俄北韩连成一体 那你日本怎么会承受得住 这不整个被包围了吗 而且俄罗斯跟北韩是真的有可能会出手的 那这个就使得日本当然就处于更大的焦虑之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 说日本是战术非常专精 可是战略经常做错判断 我觉得这一次给人感觉又是历史又重演的一次 的确哦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择 请上快点购健康的好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